近日有媒体评出了影视圈的五大新顶流 他们分别是肖战 龚俊 杨千玺 人家论语诚意 首先说肖战 看他饰演的张小凡觉得演绝了呆萌 也喜欢他的陈情力 也看得出《狼殿下》里的演技在提升 虽然说庆余年的表现引发了太多的争议 但不得不说即便是个配角 肖战都能引发如此高的热度 更别提他做主角的影视剧了 而且肖战现在也是专攻话剧 目的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台词功力与现场表演能力 而龚俊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快乐打工人 敬业的演员 16年开始拍戏 不是被压就是播不了 一直到19年才有主演剧集开始播出 资源太虐 一直能拿到的都是B级以下的小网剧 包括今年的火焰岚也是龚俊火了之后 B剧才被应声到S家 就这还是龚俊不停的跑剧组世袭争取来的 今年的山河令是唯一的A级制作 于是后期勃发的龚俊同学火了 一直在路上 一直拼尽全力 龚俊终于披荆斩棘走到了我们的眼前 人家伦五年四报不是说说的 都说他台词有问题 就问如今影视圈原生电视剧能有几部呢 大多数不都是配音剧 配音演员配了作者的角色 估计大家都搞混了吧 人家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好演员 演技和颜值并存 他的武装扮相俊美 他的眼神戏和武打动作都是满分 他把各个不同的角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任佳伦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 诚意是个脚踏实地的演员 对演戏有要求 红了也没看到出来这么快去 看了跑男 他对藏族人握手特意取下墨镜 接东西的时候也是双手 喜欢从细节看一个人的人品 感觉是个很有素质的人 娱乐圈应该多一些能沉下心来磨练作品的演员 诚意虽然说长相不是一眼惊人的 但是他的角色得演的非常到位 在剧中他就是角色本人 这点非常好 始于一眼纪 忠于人品 他非常低调 努力钻研角色 而艾阳千玺无疑是这几个人中目前成就最大的 一部长青湖就已经奠定了艾阳千玺的地位 特别还是在大银瓶这样的舞台上 最重要的是 艾阳千玺的总票房是很多资深艺人都难以企及的 而且强者横强 演技不俗 为人低调 拍戏经验 都是他成为一个好演员的素质 可以说照这个石头下去 艾阳千玺会成为五个人当中成绩最为亮眼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排名也是否赞同呢